大家好,我是麦子玄的讲师,我叫马其林 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第四讲 就是IIR集成开发环境的简介 那么这个开发环境的话,我们一般开发蓝牙的话 一般都用这个IIR的开发环境 它主要有一些什么特点呢 它是一款完整稳定且容易使用的专业确实开发 完整的稳定的专业陷入是开发环境 然后它对不同的处理器有统一的用户界面 统一的用户界面 然后它至少自从35种以上的MCU 包括8位的,16位的,以及32位 那么当然作为一个快换环境的话 它这个是,而且又比较完善稳定的话 它肯定是完全兼容C的 然后它又是高效的复典真实 那么基于以上种种的特点 然后而且我们开发蓝牙的话 一般也就是用这一款开发环境 所以我们就讲一下这款的怎么去安装 然后大概那些界面的一些介绍 这款的话我先把它放在了那个D盘上面 我们打开一下看 专业工区IR 这也是仿真器的一些驱动 ccdebug的驱动 然后这是一个IR的包 我们要装8.1的 然后就是安装包 我们就先自动运行 然后点这个安装 然后接受 这里的话我们是这样的 这里就是可以写名字 然后公司的名字 然后这里就是license license的话就是它的验证 那么我们验证怎么在哪里弄呢 这个本来是这个DAT这个文本本来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就点击这个 它就可以出来 然后按热键 然后按热键 然后就是客人出来一个license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 找到一个W68051的 后面就翻到后面 对第二行看到没 然后去打这个 把这个行复制过来 不是说 先复制 先复制这个 下面才是复制刚才那个地方 是这个第二行吗 就是8051这个吗 复制好 然后lis 然后默认lis 然后我们这里可以换一个安装地方 我一般把软件安装的低盘 然后next next 安装 然后可能时间会有一点 然后我们可以耐心等待一下 大概一分多钟吧 这个安装的时间大概是一分多钟 很快 不像有的软件可能要安装 十多二十分钟内容 我这种安装很简单 基本上很简单 都很好安装 然后一般买一些开发板的话 它会提供你的安装程序的 你知道对应的上面它的一些 安装的文件怎么去安装 它又会有个教程 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 还是感觉有点慢 我快了 那已经等待一下 快了 应该还有 30秒左右吧 这个安装还算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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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我们就可以点准备点击了 然后这个就安装完了 让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个就可以退出了 让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东西 然后它大概界面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新建一个工程 是不是 CREATE NEW PROJECT 就是新建一个 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我们可以创建 我们这里选的是80 创建一个空的工程 就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把它随便保存一下 然后它的界面 就是你可以添加这文件 它就会显出这些 所以界面就在这里 这里就是一些访问的 一些操作 这里一些工具箱 然后有一些 opini选项 可以设置一下 一般都可以 只要设置一些地方就行了 大部分都是可以采取默认的值 然后你要新建一个新的一个原文件 然后打开原文件 或者打开一个实际的一个工作 那个工作项目 然后这是保存 保存 保存 关闭 界面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 如果你有文件以后 它就是那个 这里就是编译嘛 Mac编译嘛 这里也是一些编译 这是全局编译 然后编译完以后呢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 有错误 那么你就到相应的地方去改一下错误 如果没错误 那你就可以 用这个 就是下载或者 debug 把它给放针 然后这回 然后点这个以后 如果有啊 如果有的话 它就会出现一个 那个 嗯 我先打开一个 open一个 这是得open一个 哦 就是没有了 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点这个 然后它就会进入编译了 有文件 有这边有文件的话 那么具体的后面的一些应用啊 比如一些里面一些东西的应用的话 可以在后面开发慢慢去了解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可以去自己安装一下